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马 今天我想请大家看一下我的脸 其实不是想让大家看我的雀斑了 是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看着我的脸觉得我身高有170的 在评论里面抠个1 因为很多信号我都说看脸觉得我有170 所以每当我输出我只有156的时候都会 惊讶到他们 但是我本人马某在这里拍着胸脯告诉大家 这个尺子只有1米5耶 你头上还有这么一点没有两条 那你就是1米5吧 你还是1米5 是真的 我真的只有156 虽然每次有人靠我170的时候 我都在默默的暗爽 但是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156是永远都不可能要有170姐姐的大长腿的 况且我还有一点点O型腿 这样子就显得我的腿更弯更短了 但是我们156通过穿搭技巧 在视觉上拉长身材比例 至少是可以显高5厘米的 所以今天我来分享这条超显高的裤子 手把手教大家1秒分高 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小个子要怎么挑裤子 首先一定一定要选高腰裤 低腰裤我们小个子真的hold不住 不信你看一下对比 然后呢就是长度 要么你就选突立长裤 这样子视觉上看上去的话 就会把那个鞋子的高度 算进我们的腿长里面去 要么你就选9分裤露出脚踝 这是我们腿上最细的地方 显瘦的同时呢也很显高 像那种什么7分裤8分裤就尽量不要去考虑了 一定会显得很矮 第一条要介绍的呢就是我身上这条 黑色明线牛仔裤 我觉得它的明线设计还是很高级简约的 而且有一点点像近两年很游行的那种BM风 它的版型是上窄下翻偏直筒的那种 显得整个腿很直而且腰比较细 虽然说它这条裤子有一点点长 但是像我这样子把裤腿卷起来一点 也不会觉得拖沓和鲜爱 它的压维呢是可以调节的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小矮子小瘦子 平时我会搭配一双稍微大一点根的黑色靴子 鞋子和裤子同色的话 这样子在视觉上看上去 就会把鞋子那个高度都算进了腿肠里面去 就真的还挺高 第二条呢是一个瑜伽扣的面料 它很轻薄而且弹性很好 穿起来特别舒服 然后它是一个微喇叭的版型 显得不配 而且又细又长又直 加上它的垂感很好 所以它会有一种把你的腿往下坠的感觉 穿上这条裤子真的很像开了长腿 特别是穿稍微有点长的衣服 也不会觉得很矮 然后呢我觉得穿这条裤子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 可能是需要穿稍微长一点点的衣服 把这个裤腿给遮住 原来就是那种鱼夹裤嘛 如果你把这里凸出来的话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尴尬 第三条呢是今年特别流行的印花原色裤子 这条裤子呢配橙色卫衣 再配一双小靴子穿 真的是一绝 它是这种品质的材料 摸上去和穿上去都挺舒服的 而且稍微大一点点厚度 冬天穿也不会觉得冷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直筒的版型 然后加上这种属相的菱形纹 会显得你的腿特别特别特别长 平时呢可以像我这样子的配一双 稍微有一点跟的靴子穿 增高10厘米真的是分分钟的事情 最后这一条呢也是一个微喇叭版型的裤子 这裤子怎么说呢 我觉得它算不上是9分裤吧 8分半吧 但是很奇怪的是它也先退长 但是呢要有一个前提 穿这一种靴子 我穿的是切尔西靴 不幸的话我先换上运动鞋 给大家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亲爱 给大家看一下换上这双平底鞋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人的比例就显得没有刚才的那么好 因为它也是一个微喇叭的版型 所以也是可以显得整个腿很细的 整条裤子都是这一种绿色蛇皮的花纹 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印花也是树像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了 选树像的印花可以显得腿更长 而且它的印花真的是太特别了 配任何一件卫衣或者是纯色的衣服穿 都会很出彩很特别 我们看一下进度条 我才听我讲到这里的都是 小个子女床了吧 要猜对的扣给一口看一下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一定就是我的 不忘我给你们准备了挑裤子的 显高中级法则 我们分为四点来讲 第一个是版型 版型认准是两个 第一个是直筒 直筒的基础上呢 窄型的直筒 又会比宽型的直筒更加显瘦 第二个是喇叭版型 裤甲的喇叭越大 显得腿越长 但是还是不要选太巴掌的 不然可能会有一点穿不出去 第二个质感上选的那种 垂感比较好的裤子 显得整个人比较纤细 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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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腿又长又直 特别像那种筷子腿 第三个 然后有个发色上 选择深色系的裤子 会比浅色系的裤子更加显瘦 因为浅色系的比较亮嘛 它在视觉上看起来 会有那种膨胀的效果 会把整个人型的胖 还会矮一点 然后呢就是选那种 树向花纹系的裤子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两条 印花的裤子 黑白菱形纹 还有那个绿色蛇皮纹 等份的花纹都是树向的 穿这种裤子呢 就会有一种视觉上 把你的腿树向拉长的感觉 最后一个是长度上 我再强调一遍 一定一定一定要选高药库 然后高药库的基础上 第一个 长度可以选长到脚跟的 就是刚刚好 把你的脚跟遮住 然后第二种呢 是选九分裤 把你的脚踝露出来 这样子的话 会显得整个人比较舒 一秒又没有视觉上的假长腿 那这些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记得